你店里边营业额最高一天是800块钱 那最低的时候呢 一天只有一杯 现在的话还是吃出一个比较新的一个端产 是不是是心里面很绝望的 当时有没有心想我为什么要开咖啡店 我试试试试试试试 是的 会质疑自己对不对 咖啡要真 那今天呢我们要聊一个比较沉重的话题 就是前段时间呢我在小红书上刷到了一个帖子 也是关于咖啡店倒闭的倒计时的 那这个帖子呢 它从咖啡店倒闭的第30天开始 那每天呢发一个帖子来记录 关店这段时间里边店里边的状况 当时我看到这个的时候 其实还是挺有感触的 因为就在前几天啊 我在徐汇区那边压马路 那路过之前啊喝过几次的咖啡馆 看了一下竟然变成了顺风快递 那我又后退了好几步 又多看了几眼 确认了一下 没错的确是之前喝过的咖啡店 那这几年啊咖啡店创业 看似是非常普通的一件事情 但是真正你做了咖啡店的老板了之后 你才知道这件事情它有多么不普通 于是呢我才新生想法说 做一期关于咖啡店倒闭的视频 那来让大家看一看行业里边这种真实的创业失败的案例 那让他们呢把自己真实的失败的这种原因分享出来 那说不定能够让在看视频的你得到一些启发和思考 那于是呢我就尝试着去联系有过咖啡店 碧店关店经历的人 那问他们是不是愿意来做这么一些分享 那大家都知道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去分享这种创业失败的经验的 毕竟不是什么光鲜亮丽的事情 所以说这期视频希望大家能够理性的看待开店创业失败的这些问题 那本期视频中呢倒闭的这家咖啡店开在湖南长沙 那叫B-Link Cafe 吸引力咖啡 那因为呢在2021年12月份关掉了 所以说呢我们也没有办法再去到长沙面对面的沟通 那于是呢我就采用了语音沟通的方式来进行 那本来预想的十几分钟的一个电话结果打了一个小时 所以说我把采访的这部分内容总结出来可以供给大家来参考 那这家店的位置他选择在了长沙南边最大的一个商场 德思琴广场 那咖啡店的马路对面就是湖南女子学院 那店面的建筑面积是51平层高5米8 那它是那种比较loved的感觉 房租一个月7500 那加上水电2000算下来固定的房租成本 基本上每个月在一万上下 那店主呢他2021年5月12号 签约了这个商铺 那设计装修到7月中旬才开业 也就是说从设计装修到开业用了两个月的时间 这里就有一个小问题出现了 就是通常这个面积大小啊 从设计到装修基本上一个月就差不多 甚至会更快 那毕竟商铺的这个装修期有限 所以说呢还是要尽量的赶在这个短的周期内 把前期的这种设计装修啊 还有门店的这个正照办理好 然后这个店呢12月的9号正式关店 也就是说呢店面正常运营也就4个月的时间 那店面前期一次性的投资是25万左右 关店的时候啊他清算了一下 亏了35万 店主说想开店是因为事业心 那觉得人生还是需要有一次这种奋不顾身的这种创业的 同时啊他又热爱咖啡 那所以说呢将这个咖啡和事业结合在一起 所以说就有了这家店 那其实他的出发点是非常明确的 就是说想要通过开店做出来自己的这个咖啡的事业 他是要来赚钱的 那跟很多别的只是喜欢咖啡这个东西 或者是喜欢咖啡这种氛围的这些老板去开店的还不太一样 所以说我建议如果你们想要开店的一定要有一个明确的目的 就是说你一定要通过咖啡来开创自己的事业的 是要来赚钱的 不是因为喜欢咖啡喜欢这种氛围就一股脑的去开店了 那店主呢他提到说他装修的同时啊 他就提前策划了一些这种大量点评啊 小红书啊这些社交平台的运营 那刚开始大量点评运营还挺好的 开店前的这个半个月 他们就冲到了这个雨花区的热门的第二的位置 但是当时是疫情的期间 所以说并没有给他们店铺啊 带来很多这个人流量还有营业额 店主还特意提到说啊 就是做好这个门店平台的这个推广啊 曝光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虽然说他最后的店面关掉了 但是啊在这个期间还是有不少 从这个社交媒体上边吸引过来的一些客人 其实最开始他是招了两个人了 一个全职和兼职 那每个月呃七千块钱的这个人工的成本 再加上一万块钱的房租水电 还有一些呃物料的成本 牛奶啊咖啡豆啊这些东西 那他每个月固定的支出是在两万出头 所以说啊整个店铺最大的这个大口是在房租上边 那按照这个运营成本啊 他们其实每天只要做到八百到一千块 这个营业额就能保本 呃要盈利的话要做到一千到一千五 但是我问了他们店面营业额最高的一天是多少钱的时候 他就说呃就八百块钱 就是营业额最少的时候就只卖出去了一杯咖啡 所以说这个店面如果想要盈利的话 挑战性非常大 我另外当我问到他有没有给他自己发工资的时候 他说呃如果要是盈利的话他还能考虑考虑 没有盈利的话就不给自己发工资了 其实就是很多开店的老板啊 在这个问题上都是比较含糊的 我的看法是你开店初期一定要有一部分的这个 流动资金要给自己发工资 毕竟自己也是每天在店里面工作的 只有这样啊 整个店面的这个账面啊 才是比较清楚明朗的 特别是如果店面是一个合伙的这种股份制的生意的话 这样做每个股东也会更加清楚一些 当然如果你是一个人老板的话 刚开始也没有固定工资也能说得过去 但是到后面正常的运转起来的话 一定还是要给自己发工资的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让账面上面的管理啊 更健康 其实在店铺最后准备必电的这个月里啊 挺大一部分他们是从这个小红书上过来的 但是也不能说足以让他的这个店铺活下去 因为他这个店离地铁站太远了 很多人也只是周末有时间才会过来 那其实社交平台吸引的别的区域的这些人流量啊 也是能够给店面增加一些营业额的 但是他们的消费的频率比较低 你要想把营业额做上来做稳定的话 还是要靠周边的区域的这个消费频率稍微高一点的这些客户群 那另外店主还说 周边还有几个大学 这是当时他选择这个店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那但是尴尬的就是说周边的这几个大学 如果要是专门过来的话 他不太好走过来还是不太方便的 距离地铁站也比较远有两公里 所以说啊店面如果要是想吸引一些别的区域的客流啊 其实还是挺难的 那失败的很大的一部分的原因 房租占了很大一部分的因素 那他后来也跟不少这个开咖啡店的店主聊过之后啊 他才知道他们的租金啊 高出了同等的这种咖啡店的租金的一半 所以说我问到他说 如果这个店面的房租啊水电啊是5000块的话 他是不是愿意兼职坐下去 他说应该会的 但是如果是一万块钱的这个房租水电啊 他根本看不到盈利的可能性 那另外还有地理位置 那距离地铁站500米以内可能会更好 而他这个离地铁站有两公里远 所以说交通不便啊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那两个因素 如果是哪一个能变得好一点啊 其实他都有盈利的可能性 那我们也能看到他的装修设计啊 产品的出品啊 相对还是不错的 所以说啊 要开店的小伙伴们 地理位置这个因素啊 是多么重要 开店前一定要掂量好 自己的这个房租成本 以及位置的便利性 2021年马上就要结束了 新的一年马上就来了 我相信啊 生活中大家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 烦心事 那包括我也会 每当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啊 可能感觉心烦意乱 不过后来我发现啊 当我们换一种迎接和挑战这些困难的心态 去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 仿佛就感觉好像变得好那么一些 那希望大家自己在自己的学习中 工作中 生活中 遇到这种困难和烦心事的时候啊 都能够换一种心态去对待 那即使这个事情很糟很烦 我们也要心怀希望的去面对这些困难 那新的一年 你现在是否还面对着这些困难 或者是烦心事 弹幕分享出来 和正在看视频的大家一起去拥抱它 Coffee is not serious but life Cheers 调整调整方向 然后先歇一段时间嘛 最近这段时间可以什么都不用想的 其实 呃 虽然说第一次支持你第一次创业失败了 不过还很年轻嘛 你才23岁嘛 23岁 我的天哪 能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啊 什么什么事情都可以做 年前基本上也没啥时间了 过年之后再调整想象心态 去先上个班也可以啊 或者是边上班 边兼职做一做自媒体 我觉得你这个文笔挺好的呀 我觉得你的文案写的真的很有意境 很适合做自媒体 你知道吧 我没想到你这就能够做自媒体 我没想到你这就能够做自媒体 那你会做自媒体 感谢观看